各位观众 我们从今天开始跟我们接触的时间 直接往上 我们都有现场的直播 在我们这个训练的课程 它是下一个人 包括下一个人 我相信同一个时间 大概都一万多人 两万人在看 所以不然大家要这个次序 应该要上这个次序 要维护 而且呢 哪有疑问都会在吗 我来给他一家蔡吉远 蔡彭树 来讲开幕式 谢谢 我们谢谢各位 各位长官 各位学员 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 第一届大专学院 学生的下令 来隆重的这个开幕 我们举办这个大专学院学生的下令 等一下在第二堂课的时候 我们连秘书长会做比较详细的这个说明 那我在这边呢 要来跟各位简单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安排 我们这个课程的安排 课程的安排 当然第一节课就是 要来跟各位报告说 这个下令礼的意义 还有这个请大家来参加这个下令礼的目的 那在明天早上呢 我们有一些课程就要请那个 我们那个顾问 何瑞远先生 是台湾的女婿 他来讲美国跟台湾的大学生 在他们的求学过程中 思想观念或者手术交易的情况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有一节课 就是要谈这个农场管理跟这个州的种植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课程呢 我们是感觉到 台湾是一个农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 但是这六十几年来 这个中亚民国政府呢 它是军事占领政府 同时它因为在1949年的11年号 已经亡国了 就流浪到台湾来 流浪到台湾来以后呢 他们因为发展工业 就忘了农业 是立国的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也是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根源 所以他们忽略了这个农业的建设 那我们希望将来呢 每一个人都对农业建设相对的重视 所以会有这样的课程 会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怎样的进行这个联产观理 还有有关怎样重视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歌曲交叉 当然一方面就是我们要让大家来放松心情 同时也当然是要说 我们本土的这个歌曲 有它非常优美跟重大意义存在 然后再有一堂课是讲运动精神 运动员精神 我们常常讲这个 sportsmanship这个东西 就是运动员的这个竞赛的精神 我当时不晓得各位同学 在学校有参加什么运动 在学校有参加什么运动 我过去在台大的时候 是打了四年的这个感人球 然后这个在当地的时候也辅足打了一年 那这个当然是拼净是非常强烈的 就动势也会涨高 我一直打打到四十四岁那一年 才没有继续再打下去 那这个这异动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见血他的体魄 从此坚定他的意志 在你的将来做事的时候呢 不管在求学或者在未来徒生以后 做事的时候呢 给你一个一股那个很强劲的力量 支撑你的这个向前迈进 这个蛮重要的 那其实我们必须一般的 尤其会是讲台湾的宗教恩信仰 跟台湾语文跟台湾文学 那很多人以为说台湾并没有文学 那事实上讲台湾文学 是用台湾的这个台语 台语的这个评音 就是一般的对话白话文 写成的文学 那从一般九四年开始 就已经有这些东西存在 但是因为这个执名制服在台湾呢 不愿意让我们台湾的语文跟文学 在当间这个流传 所以它的禁止或者是根本不提倡了 那我们就跟大家上这个课 大家能够了解到说台湾的文化 台湾的语文跟台湾文学 是跟其他世界各国是关于不一样的 甚至于歌曲也一样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来我们会谈到说一个政府的组织跟治理 结果上我们大概跟大家报告 关于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 在上面台湾民政府 这个概念在目前为止 我们的这个组织的状态是怎样 样貌是怎样 然后呢 怎样子将来怎样子进行这个治理 这个地区的这个工作 那其实在下午的时候有一个 讲这个1920年以来的台湾的势力时 势力动时 这当然跟政治运动没有关系 那基本上是1812年以后呢 1812年马关逃利的时候呢 终于战争了 订定马关逃利的时候是 满清已经永久的把台湾跟澎湖 以及周边的附属导理 割葬给日本 割葬给日本 那在1952年的最组织的合理里面 日本只宣称说 他放弃 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力 但是呢 他没有说要把台湾 将来割让给人民的地区 或者国家 变没有 所以台湾一直都是给美国军事占领之后 占领 这个我们就现在合理里面讲的很白 就是 这个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但是因为台湾的宣称的关系 美国就委任这个 委托这个中南美国政府派兵来 这边这个进行军事占领 进行军事占领 那因为历史的会调 那里面就有很多痛痛痛痛痛痛的关系 以至于让我们目前所接到的讯息 就是从里中学小学国中高中到大学 所接到的接受到的讯息或者是 教育里面都说台湾是中华邻国的 而其实呢 台湾的主权 用在中华邻国的手上 中华邻国他没有台湾的主权 也就没有中台湾的领土 他的领土只有金门跟马祖 然后中华邻国他只有一个空谷的政府 他也没有人民 因为人民本来就是台湾人 不太爱人 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 民主台湾人还是日本国民的一份子 并没有说因为进行军事占领 那我们民主台湾人就变成中国人 不是这样子 那是因为在1946年的时候 他一月之间把600万的台湾民民 把它变成中华邻国国民 这是违反国际法 违反国际法的规定 那历史上告诉我们 历史的真相 告诉我们说 这1945年10月25日 这个是一个受享的纪念词 中华邻国政府把它讲成说 台湾关富贴 这就不对了 1945年的10月底或者11月初 这个南京政府 写了官员给美国方面 说在台湾的600万台湾人根本不是有中国人 他会把他送给日本去 但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床可以秘书 所以到后来他在1946年就一夜之间 把600万的本土台湾人还是日本国民的本土台湾人 把他变成这个改成 通行政命令改成这个中华邻国国民 这是违反这个规定的 所以现在这一项都已经大白了 所以当时在那个时代 在1946年那个时候 像英国嘛 英国有三次抗议 最重要的民国抗议 日本也提出异议 但是他说为了要经事统治的方面 所以他暂时把这个 这个本土台湾人国籍改成中华邻国民 所以从1946到之后 我们都一直在受命中 那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延展出很多痛绪的 很多不好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1920年以后 日本统治了这个二十五年之后 本土台湾人因为渐渐的受到良好的教育 就有一些觉醒 就有一些社会运动的这个过程 跟政治运动 那这个1920年以来的社会运动时呢 主要是由郑志才先生 他来主讲 很多人不知道 特别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不太了解 郑志才先生是在1970年 去今41年前的4月24号 在纽约跟黄土先生持枪 去刺杀蒋经果现身的 刺杀蒋经果 因为刺杀没有成功 所以呢 导致这个后续有很多问题了 好 这个等到明天 晚上七点到八点八的时候 他会讲这个1920年来的 台湾的社会运动时 那另外在这个 第三天的早上呢 我们有一个228事变始末的这个报告 让大家知道说 本来 本来军事统治 就已经大家都相安无事了 那台湾人因为说 在日本统治底下 那么非常的稍垮 在你想看 大概在1945年 8月25号 日本的这个通常宣布投降以后 到10月25号 总共有70天的时间 没有政府 没有警察 没有军队 但是台湾的社会秩序 非常的安定 非常的稳定 所以呢 法治非常良好 但是呢 在 中美国这么 立凭台湾进行军事统治以后呢 因为他 用说话的方式 还有用军队压迫的方式呢 引起我们台湾人的不满 所以在1945年 2228 发生了这个 看暴的 变调 看暴的事件 大概 据这个 郭文雲先生 他的这个投计 大概有15万人走路 就在那一次 这个事件里面 被屠杀 因为台湾人没有枪 没有炮 这个中美国的军队 有枪有炮 所以大概死了这个十几万人 那这个事件死贸在过去啊 一直都是禁忌 我们专门大学的时候 我大概是 毕业四十一年了 四十二年了 四十二年前 或者四十六年前 或者五十年前 我们的社会是 对于228事变是举头不停 都是一个禁忌 那我们的长臂 像 我父亲会跟我讲 228事变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死了多少人 哪些人 他看到哪些 这个这个 什么头部被打穿了 然后脚流不死啊 哪些这个 被吃到吃到肚子的 然后这场游出来啊 他看到那些 他不容易讲 但是叫 绝对又不能讲 也许不能讲啊 那所以 当时我在念道学的时候 念道学的时代呢 也是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 身到怎么样 身卖我职力取神啊 因为夏委里面啊 就很多夏委员特务 那我是来到的 来到一个孔之中办公室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来到来的 来到一个孔之中办公室 就是教官的办公室 然后呢 每一班都有指导的教官 每一系 每一班都有 他们说到底 拜顶十一解身 来探听哪一个 不假论白兵板的 到底他思想是怎么样 也许怎么样 要做记录 就是白色恐怖的延续了 那所以当时 我们都不敢讲 即使我很清楚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高一高二松 就开始念政治局了 然后看到很多 这个自由中国 大内态 看文心杂志 那些都是 反对蒋介石 反对国民党的那些 中国大陆来台湾的人啊 他们在争取这个自由 但是自由主义的这个先进啊 他们就办大团杂志 来抵引蒋介石的 独裁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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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厂道 那我们当时就常常看这些杂志啊 就一直认为说 官党不下的东西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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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怀疑 怀疑什么呢 诶 奇怪呢 我小时候 他们听到说 这个战队的其中呢 美国的官军 美国的飞机 都推到我们家来扫射 我们家的 我们在这身上好像没有伤人啊 没有打伤害人啊 然后呢 这个我们家呢 附近的那个车站啊 就会炸弹炸货了 那那是什么船 那是袋骨啊 结果会被烧什么什么 烧什么那个米汤啊 就袋骨啊 另外就是我们附近的这个 特洋系的铁销啊 那有那个美国官军 想要炸 然后那边的这个 刀碎盘呢 打那个飞机 打伤了 打到了 打到了飞机 然后那个掉下来 有时候呢 飞机有残骸 然后既然 你们都一直看啊 去看 诶 那个人啊 怎么过来不一样啊 他是什么 团庭头老的 金头老的 打一批一批 啊 对啊 对啊团庭带人 带人口感官员 哦 整个村座都跑到这个地方 小时候就常常听到 这些故事了 但我就知道 啊 因为战事的时候 是美国人要打台湾 打我们的流 打我们这边日本 日本台湾这样的地区 诶 为什么 战后是中国人来占领台湾 我心里就很 觉得很奇怪 常常怀疑 我很喜欢服务 在国中的时代 初中的时代 这很多 就是晚的时候 我都自己来帮忙找这个 来找这个 答案 就是什么 高中 CR 根本都没有那个答案 有关之后 是在1990年 啊 这个 你们知道1990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学历吧 啊 就是反对你都没有独裁 啊 啊 当然了 在当时啊 在蒋立国的死掉不久 蒋立国在1988年的1月13号死掉 到1990年就是要来选总统啦 那是因为李万先生呢 他想竞选总统 他想竞选这个 他想当行政院院长 或者当副总统啦 哦 呃 呃 呃 因为李德卫他本身也不是 能够阻导一切的 因为他是蒋家的家臣啊 啊 蒋校的还是蒋经理者死掉以后呢 蒋校的还是最有权力的人啊 那所以他也没有办法阻挡一切 那可能的话就是李元祖会当副总统啦 但是李万一直想要当副总统 所以呢他就 他结果搭动这个学历 呃 在台湾早期如果没有政党有背后的支持 不可能有学历存在 那时候他也自己会搭动学历啊 就是不是摩托吗 不是摩托吗 是那个就是呃 什么吗 别摆核 别摆核这个学历 那我当时呃 从不来回来 那一直都非常正正在在写我的会儿 但是到了我要结束的时候呢 哎 因为我写那种高的关系我就去关心啦 关心的作用说成帝国 成帝建议书给李德卫 啊今天居然说没有李德卫到这个电话啊 哦 那个 我记得是驱海 驱海人嘛 啊 啊其他人呃 就是是中文研究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啊 那刚好是学研领袖 他代表学者代理学生代表 建中文 那他们在找中文研究的电话 哎呃刚好我刚刚在身上 我说没有我有啊啊啊啊我为什么有啊啊啊我因为我大学毕业当年回来啊啊我在7月3号当年回来啊啊我在7月3号当年回来啊8月8号就建立 9号就建设他的也就处理了啊所以那时候以来一直都有跟他联论所以他当啊总统我说我故事有他的电话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们的电话啊我说重点就是米城中正经济到总统之间不要走路不要发生哪一回的安静问题啊这很重要所以这泰斯上长民到总统里面然后我打电话给总统的那个秘书 诗主问的书之城 那他说哎这边有学生代表 由徐教授跟有些教授 啊一起啊这个同行 要到里面跟总统成立建议书这样 哦学历有记得很清楚 那这个寺王小姐她本身就是参加学历的主要的 呃干部或是分子吧 那我后来讲这二层来 学历是什么发生 然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转折 为什么二层来的奋斗 还没有办法改变 不好的一个线条 那他有很多感慨 那这个题目还是蛮有趣的 啊然后这又一个一个课程就是 台湾的国际在国际问题 或者国际关系外面承认其意味 这个由我们秘书长林志森博士来主讲 那基本上我们的课程 就是这样的一些 跟 过去 各位在中学时代 或者现在在大学时期 所听到的 绝对有一些不一样 甚至是完全下方 好 比如说刚刚我们秘书讲说 台湾不是国家 哎 你一下因为他没有干嘛接受 台湾不是国家 那更多的呢 哎 而且美国那边一再放出他的主张 就说 台湾不是国家 那中美国不是国家 中美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也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哎 这些问题就很重要 然后他又讲的很白 他说 这个 中国啊 没有声音 他更进入说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几个 关键性的词句啊 很多人听了 会很纳闭 哎 中美国一直说 中美国是主权独立国家 那边美国跟他说 美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我刚刚讲的 他只是有政府 他也没有人民 因为这些人民本来就是 日本台湾人 他带来是烂民 是个土地 战争以后的淡乱的难民 难民朝到台湾来 所以 按照到里 政府是刘阿龙政王 所以 这个 另外就是说 他也没有民主 那他民主只有金盟马祖 所以他在台湾是一个 哲敏政权 或者是刘阿龙政权 我们说 政府 人民 民主主权 这样才构成一个国家的四大要素 结果呢 中美国是有一个流亡字母在这边 或者子民字母在这边 他没有民主 没有人民 他有的就是流亡难民 也没有主权 那台湾呢 就跟着台湾来说 哎 我比如人比没有受 但是民主跟主权呢 都不在我们身上了 当然这个民主是我们的啦 他也没有政府 台湾四百年来 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国家 也没有真正成立一个政府 来治理这个国家 这是问题所在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 这种 言论会有这样的说法 一下子到你拿到里面 你可能没有发现说 怎么会这样呢 会上有点错过 你会去所拉紧的报章 报章杂志所写 什么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他的名字叫做美国 或者说美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他拥有基本台肯金嘛 这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 如果不同的地方的论事 都没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 这才是正确的论事 但是你要在台湾里面想一想 要去组织报他 你要把这种观念慢慢去 来了解 一下子到百变观念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你当我听到这样的观念的时候 你要特别去了解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 这是我们来上课 来办这个下面 中文的目的就是要让很多人 从这里面的了解 从这里面得到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思维 思想 当你有了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思想的时候呢 你才会有正确的信仰 什么样的信仰 政治信仰 台湾应该走哪一个正确的路 当你有一个正确的政治信仰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怎么样 产生正确的行动 产生正确的行动 来揽救这个社会危机 才能要产生伟大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来进行社会改革 或者进行政治改革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国家常委正常的发展 其实台湾并不正常发展 怎么不正常发展呢 各位想象一下 既然国际上不承认 中华民国这个政府 流氧政府 是台湾的政府的话 那么这个台湾的马英泽政权 他跟中华大陆这个非常的靠近 就是要跟中共去和谈 要跟中华团统一 只要我们台湾没有这个觉醒 没有这个了解 就跟着他向那个那一条路走趋了 那我们可以想见 整个加买的台湾 就会走到一个 亡国面走的这个 那一条路上去了 所以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是很了解 我所接触到我的上一代人 八九十岁的七八十岁的 或者是我同代的五六十岁的人 比较上 比较精进这个 战略出举出生的一些人 都忧心忡忡 担心什么呢 担心马英九的这个 中级统一的这个目标 中级统一的政策 因为如果一旦实现的话 台湾就会 永远不过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 中共 中国共产党 最后大陆的政治体制 他是一个专制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人的政策 因为我们有一个人的政策 对 有一个人的政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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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 他是一个 他讲的很白 我就是一党装置 然后呢 一党装裁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你如果到中南大会去的时候 你是不能随便讲话 你也不能够随便批评 这些政府的人员 然后最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说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呢 整个 这个中华文化最大的一部分都形成出来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 我最感到震惊的就是说 我在三四年前啊 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里面有一个 也是中国的学者 在台湾的中国学者 他写的一面都说 在中国一年有四万的逃官 四万的逃官 他说如果在东北这关贪污化了 然后呢 他的事情快世纪败落了 同样被抓去枪毙 所以他就逃到西南 他说在东南的 在东北边的 这个淘湾这个 这个贪污化的官员啊 他快通常是 他就跑到西边去了 跑了跑去 有四万多个淘湾 现在可能不止五万六万 各位想象一下 在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政治是吃人的分析 这个社会是吃人的社会 要我们去跟他 谈统一 我们实也不敢 实也不愿意 大部分都不愿意 而在这个情况之下 男人就一直走向 中极统一的这个目标 这是对台湾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危机 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呢 希望 产生正确的思想 还有信仰 然后呢 在这个行动过程里面呢 有一位我们年轻人 办理重要角色 产生一股大力量 然后拿我们来 建设我们自己的台湾 使它对持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 有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 在光平正义的政治 或者经济政策底下 政治才能有光平竞争啊 现在这次也不光有竞争 但是国家有党产 其他的党没有党产 这哪里是光平竞争 这样是民族呢 我们一点也不民族 然后呢 这个经济政 经济的政策也是一样 非常的不光平 对于工商业者 做很多很多的这个补助 补贴 对于其他业者 那个补助补贴就是非常有限 这种情况之下就是 正攻轻隆 正商易隆 这样子 这是非常不光平的 所以我们看 这个很多自杀的 都是达邦军 都是门峰子弟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有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 我们这个社会的 才会正常的 这个进入一个正常的这个 社会 这个这个 活动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才会得到公平正义的待遇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家庭的这个和乐 才会有可能 有一个一点点基础 个人的成就 才会更加这个 波乱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呢 首先就是希望说 让所有台湾的 基層的民众 我们本土台湾人 要有这样的觉醒 觉醒到什么呢 我们自己的历史 特别随便 因此 你联系 你联系 我联系 你联系 现在 证明 我們希望說普遍的覺醒 讓我們的民政委的組織更壯大起來 然後呢希望每個人在聽到我們今天的主張跟論述 特別在於我們請從頭瞭解台灣的真正的歷史 其實目前從我們國中高中到大學 所接觸到管理台灣的歷史 都是虛偽的不是假的 特別是現代的近代史跟現代史 都充滿了這個狂騙 讓我們大家不知道到底我是何許人 很多人不知道我是何許人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都是錯誤的故事 是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絕對我是中國人 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絕對不是台灣人 這要分的很清楚 不能和西米 不能和西米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如果得到這樣的 這個充滿的理解以後呢 要告訴你的同學 親戚朋友 這樣的話 我們每一個人提早舉起 對於台灣的事務 多加關心 多加關懷 我覺得 這個年輕人就是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的未來的希望 那我們這一代有相當的理解 但是也相當的痛心 我們才來這時候也會有這樣的一個 目前這樣的處境艱難 重點就是我們上一代 九十歲八十歲以上這些人 在一九十五年年的時候 一九十五年 這個整個日本戰敗的時候呢 他們非常的投機 居然認為說他是漢話 因為漢話以後呢 他就以為他是漢人了 所以當這個國民黨 要來接收台灣的時候呢 要來佔領台灣的時候 他們方心無辱 以為說他要回歸祖國 被稱為祖國派 一直到二八十歲被屠殺以後呢 這些留學制度呢 留學生他才舉行到說 原來中國比台灣更落後 落後不止百年啊 不管是建設落後 就是政治方面也是落後 政治方面也是落後 所以他們才開始產生什麼 有反抗國民黨的這種意志跟精神 然後才開始有獨立運動的產生 但是獨立運動 從一九五年年到現在 從一九五年年 或者說我們說 從一九四十幾年到現在 一九四十幾年到現在 已經六十四年了 獨立運動是 做我的冤枉路 從冤枉路走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台灣既然不屬於中國 也不屬於日本呢 也不屬於這個 當然我們不屬於日本 但是呢 不屬於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中國民國 但是他從哪裡獨立呢 要從日本獨立嗎 因為美國至少他是 佔領台灣 變成他 海外俄國病的領土 因為他是軍事佔領 而這可能 雖然這 就是在美國裡面 他是放了去他的主權權力 但是他在主權裡面 有一個主權義務 他並沒有盡到這個義務 所以他還有權力 可以把台灣要回去 如果其他國家 並不接受的話 他也可以把他要回去 所以基督在這種情況之下 根據國際法戰爭法 這些原理跟原則 我們有很強烈的這個 露述說 台灣追求不運動 是沒有背景的 沒有背景的 沒有合法的背景的 所以 根據國際法或者戰爭法 軍事戰略法 這些原理跟原則 我們的主張是非常的正確 所以我很高興 我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當然只有十幾個 但是呢 十幾個是很重要的 只要四個人發生力量 發揮力量的話 這是很驚人的 我們知道 中國共產黨在這個 他成立的時候 在北京大學成立的時候 只有十個人 現在都會講 你們有十一個人 如果我們會爬幾個的時候 那個力量 勝過共產黨的當時的十個人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希望各位 一定要 看重自己 那麼 把自己的胸襟放大 把視野放人 來參加這樣一個 連席班 來參加這樣一個 恰恰禮 是從今天開始 是一個重要的支持 我希望各位 在這個 兩天多的時間裡面 能夠充分的 來 接受 這樣一個課程 然後呢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你先挑了 然後呢 回去再跟同學 或者跟你們共親 來討論 來得到真正的 真知 真正的見解 然後呢 給你產生一些思想跟 信仰 然後給你增強你的個人的力量 來幫助台灣苦難的 所有的 本土台灣同胞 讓本土台灣同胞 能夠早日得到 這個 救出 然後呢 我們趕快 建議我們自己的 台灣這一個國家 來使得 變成 台灣變成一個正常發展的國家 使得每一個 我們的每一個國民 每一個官民 都能夠在一個正常的生物裡面 得到公平正義的待遇 然後都可以按照個人的能力 按照個人的興趣 去發揮各種的查看 做最大的力量 為這個國家 建設 跟社會發展 來做最大的貢獻 我是這樣的一切的期望 各位 利用這短短的 兩天過的時間 好好來學習 有什麼問題 盡量發問 有什麼疑問盡量發問 我相信 我們在座的 或者我們來這邊 受課的老師 都會非常的樂意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心得 那 最後 敬祝各位 這個 聯席 或者三大加列寧 非常的 愉快 讓我們身體健康 壞事如意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我們下課10分鐘 謝謝 因為這裡 會是我 推薦 大家好 對 win 第二 在嗎 為什麼 關起來 你要不要看看那個 電池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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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有問題 電池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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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現場 電池有問題 電池有問題 这是前面的人 差 UX pedir 两 黄 黄 你要 什么 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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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